台湾家福基金会菲律宾分事务所 捐助非国非营利组织希望学校建造这座太阳能供水站 2021年12月初才揭牌 短短一周后就因为强台雷伊重创非国 造成施亚高岛断水断电 机场建筑等基础建设几乎全毁 供水站太阳能板毁损 水管也扭曲一位 目前菲律宾家福中心先协助贫困家庭 解决迫在眉睫的生活物资需求 再投入供水站重建 希望让平同们有洁净的水可以使用 之前取水困难 那我们才会有供水站 现在也没有电力设备也没办法抽水 那他们变成一定要去采购饮用水 几乎机场也毁掉了 那市政府也毁掉了 还有整个学校的建筑物的屋顶都陷掉了 所以我们也在思考说怎么样 让这个供水站后续在修复后 可以真的比较永续地使用 家福基金会不仅关注小岛的池水需求 他们也提供平板电脑 帮助受疫情影响无法到校的贫困学童 能在家上线上课程 希望透过教育翻转他们的人生 希望学校负责人拉巴卡表示 目前有96名在校生 社区里幼儿园到四年级的孩童 都到这里上学 拉巴卡希望每年增加一个年级 直到12年级 让这里有机会成为他们进入大学的途径 终结贫困循环